嗨 大家好 我是大便 今天要介紹的影片是有關於集團聲望這件事 其實關於集團聲望 常常在討論版上看到有蠻多人在發言關於 集團的聲望要怎麼刷會比較快 又或者是 除了AKK以外有效率的方式去刷集團聲望 又或者是 除了攔截之外的方式以外 我要怎麼去更快速的升級我的武器 或者是集團聲望 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每一天都有 所以常常聽到有很多人在問 然後這個影片其實我之前本來就想要錄了 但是都一直拖一直拖就忘記了 然後是這幾天又看到 討論版上又有人在發問類似的問題 所以就想說那乾脆就來錄一段 就是關於快速刷完 有效率刷完集團聲望的方式 好吧 那我們先來看 我今天就刻意把集團先留著 我就沒有去刷 一天如果像現在最高段位 22的話是2萬3 那他那個是怎麼去地減或地增的 那個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我2萬3用很久了 呵呵呵 22很久了 所以2萬3刷很久 每天上天都是2萬3 之前我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快速的把這個2萬3給消耗掉呢 然後就嘗試了很多方法 然後之後在不知道U幾 update多少的時候 Ivara出現了 Ivara出現之後我就開始去 一開始就只是玩玩這隻角色 後來發現國外有很多人 分享一些關於他們自己遊玩Ivara的 跟一些計畫的一些心得之後 我開始發覺利用Ivara來刷集團聲望也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最初我是看到 我也忘了在哪裡看到也是一部國外的影片 他是用Ivara進行了虛空 那時候神殿還是存在的鑰匙這個東西 不是禮物 他是利用Ivara刷神殿4樓的生存 那時候他刷了將近5個小時 然後對於我這種 像我這種solo玩家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有興趣 因為我常常刷solo 然後又可以自己一個人玩 一隻戰甲就可以撐到將近5個小時 我覺得非常方便 然後之後也忘了是因為什麼原因 開始慢慢的把Ivara轉過來 到使用 把他用在刷集團聲望的上面 又或者是拿來用在刷武器的經驗 或者是擊劃上面 好吧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 先來 先來打吧 然後最重要的是集團聲望 的文章 要帶上去 然後我現在是在刷鋼鐵 所以我就帶鋼鐵的文章 然後你們就看你們是 幫哪一家 哪一個集團 你們就帶他的文章吧 那配置 配置如果你們沒有興趣看怎麼刷的話 就直接拉到後面沒有關係 那我等一下邊打的話 邊跟大家講說地圖 為什麼是挑賽德納的 阿達羅 為什麼要挑這個節點呢 我邊打邊跟大家講 挑這個節點的原因 除了是他等級高 他是30到34 你們看螢幕上 他是30到34等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是 Grinier這個派系 Grinier這個派系 他叫其他兩個派系 叫好的原因是 他 其實麻煩的地方 是只有在於 他的兩個陷阱 分別是感應條 跟 地上那個 電屬性的陷阱 就只有這兩個 而這兩個都可以用武器來解決 那就是非常容易的 那比較麻煩的是呢 Corpus跟Infected 就是感染者 好 那大家邊刷邊跟你們講 你們先看左上角 敵人有123個 然後這時候我會帶這個 這個東西我會丟兩個 我會丟兩個 再丟一個 個人是建議 120個以上的話 一次丟兩個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在進行隱秘擊殺的過程中 如果你為了停下來 需要補膜 而中斷了你的隱秘擊殺的倒數時間 那其實是不太 不太好的一件事 那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然後等一下你們看 右上角在血量跟我的護盾的旁邊 會有一個小小籃籃的 他會在幫我做倒數計時的動作 就是告訴我 我還有幾秒 擁有這個隱秘擊殺的 那個經驗獎勵的加成 這樣子 好吧 那我們這次 由這個隱秘擊殺呢 從頭到尾只需要用到 Ibara的1技跟3技 就是他的沉睡之劍 就是這個 然後還有3技 前移獵手 從頭到尾就只需要這兩個 前移獵手就是 一開始按下去到結束 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按他 除非為了跑長遠的地圖 才需要解開 這樣子 然後記住 Ibara在隱秘擊殺 他進入前移獵手的狀態下 絕對不能奔跑 他只要一奔跑就會解除 所以你 利用Ibara快速移動的方法 除了跳躍 或者是翻滾 千萬不要按下 Shift 要不然你會結束 你的前移獵手 就會被敵方發現 好吧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開始之前我建議各位可以帶個掃描器 或者是集合掃描器 都可以 方便的就是讓你 可以 穿過建築物 快速的鎖定 一大群 而不會耗費了一堆沉睡之劍 浪費一堆魔 才做到控場的效果 這樣子 我們直接開始吧 像這裡這樣就可以丟一隻 然後你就這樣看 上面那樣子 你就在這個點 丟一隻 然後這裡丟一隻 這樣子你就以三隻劍 控制了現在這個部分的局面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隱秘擊殺的過程 然後你們有看到我的護盾旁邊 是不是有時間在倒數 那就是隱秘擊殺的時間在倒數 那為什麼會要挑Gwinnion這張地圖 因為Curps麻煩的點是在於 他有虛能 你必須先把他的護罩打掉 你才有辦法對他做隱秘擊殺 但是你在打掉他這個護盾的過程中 是否就很浪費時間了呢 是不是 所以很容易就導致你的隱秘擊殺中斷 然後感染者的話呢 感染者麻煩的地方是 你只要一不小心的話 你就很容易驚動一隻 但是你們也知道嘛 感染者的特性就是一隻金洞 剩下的全部都會衝過來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他很容易一隻就是帶動所有區域的警戒 怎麼說呢 Gwinnion像這樣子我進入一個房間跟一個房間 他們有時候只要過一兩個房間 他們的警戒只要沒有按警報 他們的警戒就只限於在那個房間內 而不會帶到下兩個房間 你們有理解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我從上上個房間 雖然我驚動了敵人 但是他只要沒有按警報 讓整艘船艦的人知道 你過兩個房間 那些Gwinnion還是傻傻的 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選Gwinnion的比較好的好處 然後在進行隱秘擊殺的時候 你們要記住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判斷隱秘擊殺的方式 判斷隱秘擊殺的方式 除了就是不能讓你要進行隱秘擊殺的對象發現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你要確定你擊殺的敵人是不被他的隊友 就是被其他敵人所看到的 你看像我剛剛丟在這個點 就可以控制旁邊兩個 這裡一隻 然後對面一隻 這樣就不用兩邊各丟一隻 就很浪費能量 然後剛剛說到哪了 剛剛說到哪了我也忘記了 然後我先講我先講就是 當你艾芭羅的碎劍丟下去之後 不是立刻就進行屠殺 並不是隱秘擊殺像這種Gwinnion 他比較麻煩的一個點在於就是 因為他都是很容易就是一大群一大群聚集在一起 所以你必須先做到控場 你確定你有把場子控制住了 沒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你在這邊屠殺Gwinnion 大家都睡得跟豬一樣 你才可以開始進行屠殺 這樣子 要不然只要一個人發現了 他就會去呼喊隱秤告訴其他人 這裡有他們的同伴死在這裡 這樣子 他們的同伴可以接受他們的屍體飛來飛去 就像這樣 注意看喔 這樣子 倒了 或者是 你看 是不是有屍塊飛來飛去 像這樣子 有屍塊飛來飛去的部分 就算這些屍塊 飛到Gwinnion 他們其他同伴的面前 他們是一點反應都不會有的 真的 他們一點反應都不會有 他們可以接受自己同伴的屍體飛來飛去 從眼前飛過 但是他們不能接受他們的同伴死在眼前 要記住這一點 這樣子就可以達成隱秘其他要素 好 這個就是感應條 感應條會消去Gwinnion的能量 這個用武器就可以很簡單的解決 所以這是選擇Gwinnion其中的一個好處 因為他們所設下的陷阱並沒有到太困難 然後第二個就是地上那一個 那個陷阱 電屬性的陷阱會導致你被 你被其他的Gwinnion所發現 當你身上帶電的時候 你們等一下注意看喔 你們注意看 我的護盾旁邊是不是有一個電擊的狀態 當你有電擊的狀態 千萬不要跑到 正在巡邏的Gwinnion旁邊 要不然你會被強迫發現 他們會立刻進入警局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陷阱的話 要做的方式不是立刻做過去做清楚 而是先將附近的Gwinnion 全部先進行控制住 就是丟一隻沉睡之劍 讓他們全部陷入睡眠狀態 控制住場面之後再過去消除陷阱 然後消除陷阱之後 你就算先在身上帶著電 但是所有的Gwinnion都在沉睡狀態 你就算殺了他們 還是判定為你是隱秘必殺 這也是個很重要的點 然後這一場我會想要挑歐槍 歐特魯斯 就是歐槍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蠻方便的一隻武器 大範圍的殺傷武器 其實可以省下蠻多的時間的 尤其是又在上了劍風P的情形下 真的是蠻方便的一隻武器 純粹是看個人使用的習慣上的問題 只要你覺得你的輕敵 你用這隻武器輕敵快 然後又有效率的話 其實用什麼武器 其實是都沒有關係的 所以一開始會建議各位 帶個掃描器 或者是結合掃描器的原因 就是為了 你像這樣子可以穿過牆 看到敵方的位置 然後大概知道你要把沉睡之劍丟在哪一個點 這樣子 你看這樣子連後面的你都可以控制到 而不用前面的殺完後面的還沒控制到 又要再丟一隻這樣子 先等身上電擊狀態過去 好了 要不然外面這一隻怪 我只要靠近他 我身上帶著電擊狀態的效果 他就會立刻發現我 然後當然 如果想要聲望高的話 最重要的是 身上 所帶著 隱密 擊殺的 那個加成 就是一直在倒數的那個東西 絕對不能讓他中斷 不中斷的方法就是 當他在倒數 你看現在像25 24 倒數結束之前 你只要有殺一隻怪 他又會重新從30開始計時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不斷的控場 不斷的擊殺 不斷的控場 不斷的擊殺 這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然後 等一下 留一隻怪 一兩隻怪 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龜尼爾的運作機 通常 龜尼爾 你只要被他看到 當然就是 他立刻就會進入緊接狀態 然後 還有一種就是 你在隱形狀態 你要是撞到他 或碰到他 他也是會立刻進入緊接狀態 那這時候 你會想問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殺他 不是大家都知道 會 就是 被判定為 不算是隱密擊殺嗎 那這樣子 要怎麼辦 這樣子就變成說 你可能 就要先 丟一隻碎劍 在他的身上 當你丟了一隻碎劍 在他身上 好 這裡我就先 我就先不殺了 你們看 現在剩兩隻敵人 那我就稍微跟你們講一下 那他們進入 進入警戒之後呢 進入警戒之後 比如說像這兩隻 我等一下故意 如果是他們 自己本身來撞到你的話 比如說 像這樣 這樣子 你看 我沒有動的情形下 被他們撞到 再一次 這樣子 他們是不會進入警戒的 但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 他們會立刻 進入警戒的 這個狀態就是 進入警戒 你在這個狀況下 殺他 你的隱密擊殺會中斷 那你說 那我丟碎劍呢 好 你碎劍 我不要影響到下面那一隻 我丟遠一點 這樣子的狀態下 你做隱密擊殺 也是 會被判定為 沒有隱密擊殺 因為他是在 警戒的狀態下 進入睡眠的 那你想說 那這樣子怎麼辦呢 這隻 我殺了這隻 不對啊 那我不就中斷了嗎 那這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 現在 你要記住你是 引起哪一隻的警戒 先在他身上 丟下沉睡之劍 丟完之後 你先去其他地方 殺其他的敵人 等到他身上的 就是無警戒的狀態 這是一個 可以利用 沉睡之劍來進行 警戒跟無警戒 兩種狀態 可以讓敵人 重複這兩個狀態 這樣子 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所以像現在這樣子 他就會恢復成無警戒狀態 你走到他後面 你看就可以偷襲 有沒有看到 偷襲 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右上角 他就會判定為是隱密擊殺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點 好 最後一次殺完了 那最後一次殺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場133隻 然後我沒有用經驗加倍 那這樣子看一場下來 生亡會多少 經驗加倍理所當然 會增加你的 你的獲得的生亡 據我所知 經驗加倍你只要一場 你只要一場 敵人是130隻以上 你又有經驗加倍 一場的話 像我一場就可以把 兩萬三的生亡全部刷完 所以我就是特地挑 沒有那個 經驗加倍的時候 趁這個時間 先錄影片 然後再去買經驗加倍 這樣子 好吧來看一下 一場9000多 其實對於沒有經驗加倍這種東西的人 我覺得到目前來講的話 這是算 比較 對我來講是一個蠻快速的方式 然後 因為剛剛配上解說 所以像我自己本人在刷的話 Greenly的那個場次進去 通常都是80隻到90隻 他的狀況會這樣 80到90隻 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120至150隻之間 他就只有這兩種狀況而已 所以通常清完出來 最多聲望 如果是沒有經驗加倍 一場出來大概是 一萬二一萬三這樣子 那時間大概一場 如果是我在刷的話 大概一場下來 會花個快要 六七分鐘左右 這樣子 所以平常如果我在刷的話 大概刷個兩場 就可以把一天 兩萬三的聲望都解決掉 那如果你 你是身上有經驗加倍的話 那當然會比較快 因為獲得的聲望會比較多 那接下來要講關於武器的部分 還有艾芭拉的配置 我先講武器的部分好了 武器部分我會挑歐特魯斯 是因為他擁有大範圍的殺傷馬 那他打的距離遠 我輕怪的速度就會快 那歐特魯斯的話 如果是要跟我用一樣武器 我是建議 不管有沒有劍鋒皮 我們就是把劍鋒丟上去 因為歐特魯斯他本身就打得遠 那你又在上劍鋒的話 就是隔山打牛 那上了劍鋒皮的話 剩下的MOD 比如說基本傷害 攻速或者是屬性 像我是腐蝕加爆炸 我個人就是沒有太大的強調 一定要用什麼 這就是看個人的型號 那你說 那如果我今天 我要用副武器 或者是主武器 來進行殺敵 那不是 像你們看 假設我今天要用 要用方位角 那我用方位角殺敵 你們看下面這裡 他血會引起警戒 那我要怎麼辦 那我又想要練這一支武器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在其實練武器 已經比以前 怎麼講 已經寬鬆許多了 因為你們現在按升級進去 他本身就有一個分數在這邊 不管你是 你是否等武器滿等 只要是0等的武器 好記得我也是0等武器 這個 海客 你就算是0等沒有等級的武器 你現在點進去 你看他還是有分數在那邊 所以代表它可以讓你放一些 你基本傷害 或者是一些你想要上的MOD 這樣子 它已經很寬鬆了 不像以前你 你武器的等級 就等於你上面可以用的點數 就是這個點數 你0等你上面就是0 一張MOD都不能放 然後至於這個呢 這個就是跟你的段位相關 這個我就不講了 這個應該很多人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稍微自己去搜尋一下 所以變成說 現在練武器已經非常寬鬆了 它都會有 就算你0等武器 它也會有基本的點數 讓你塞一些你想要的MOD 然後個人是 比如說像我這樣子 我想要練 假設我想練這隻海客 那怎麼辦呢 0等 那其實很簡單 除了撇除掉近戰 那你可以丟了沉睡之劍 進行隱秘擊殺 暗殺的動作以外 其實武器也可以 可是你說武器 像這個會引起噪音 那要怎麼辦 不管是什麼武器 它在有一次改版之前 它的有一張MOD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可是現在有這個 極境炮組 那個散彈槍 就是這一張 它會降低百分之百 敵人聽到的槍聲 我先把這張MOD放上去 它這裡引起警戒 就會變成無聲 這時候 你再把剩下的點數 拿來塞基本傷害 或者是屬性的MOD 來撐武器的傷害 那你放了這支武器 你開槍之後 敵人就不會引起警戒 那閃彈槍是這支 步槍的部分 我看一下 步槍的部分 我記得是 這一張 這樣子 它也變成 沒有聲音的武器 那 副武器也有 讓我找一下 我記得都是醫治的 這張 這樣子 也變成 沒有聲音的武器了 那 這個改版是在於 WARFRIEND他們 戰甲出現的被動狀態 被動狀態 就是 就是所謂的 你點戰甲的技能進去 這個被動技能 他們是跟這個被動技能 是一起做更改的 要不然那時候的那個MOD 我記得 他們只會消除百分之 不知道多少的聲音 沒有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記得 它是跟被動技能 是一起出來的 那武器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練 然後個人是建議說 假設 你只有一隻武器要練 那個人是建議你 就是帶那隻武器進去 因為武器進去就好 因為如果你身上 帶的武器太多的話 其實經驗 多少會被平分掉 你們有懂的意思嗎 你帶一隻武器進去 所吸收的經驗 都是在那隻武器身上 你帶三隻武器進去 你所吸收的經驗 會平分在這三隻武器身上 雖然另外兩隻已經滿等了 但是 你被分配到 沒有經驗的武器會多一點 但是你滿等的武器也是會被分配到 只是他們分配的量比較少一點 你知道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要練歐特魯斯 那我就帶歐特魯斯進去 這樣子就好 接下來要講關於艾芭拉的配置 艾芭拉的配置 你們也是參考就好了 因為 像我去看 國外許多人的艾芭拉的配置 然後玩什麼方法 生存 隱秘擊殺 最後還是 換掉一些 然後放上一些我自己想要的 MOD這種東西 本來就沒有必然 也沒有必定 它就是看 你玩什麼 或者是你需要什麼 或者是你想要什麼 而去做配置 所以沒有絕對 那 MOD方面的話 我個人是放了能量 然後兩張能力的效率 這樣就可以增加你 前影獵手的隱形時間的時候 減少它的耗磨量 跟你丟 睡劍所產生的耗磨量就會減少 然後再來 三時間 為什麼要上到三時間 三時間的要素就是在於 為了撐高你沉睡之劍可以控制的時間 如果你時間太短的話 會導致 你丟完之後 你還在做隱秘擊殺的動作 敵人可能就已經醒來了 你就可能要再丟一隻 就很可能遇到很窘的狀況 可能就是你殺到一半 敵人醒來看到你正在鋼他的隊友 那一迷擊殺就會被取消掉了 然後 雖然說沒有說強求各位 但是我個人還是建議說 範圍 最好是可以上到三張 因為這可以影響到你控場的範圍 就是意思就是說你一隻沉睡之劍 丟到地上 他可以影響到哪個範圍裡面的哪些敵人 有多少的敵人會進入沉睡的狀態 如果你的範圍越廣的話 在Guinnier這種很容易一團一團出現的 敵人的身上的時候就特別的好用 因為他就可以做一次性少量的抹 就可以做到大範圍的控制敵人 這樣子就很有效率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樣放完的話 球體的持續時間大概有二十幾秒 然後沉睡的時間是二十二秒 就是丟下去睡覺的時間是二十二秒 然後範圍是十一左右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Ibara雖然本身可以感應附近的敵人 但是我個人還是建議你們在 無論是守護或者庫伯或庫伯身上 盡量還是放上可以讓他們感應敵人的MOD 像我的搬運者 我身上守護我基本上都會放上這個東西 他可以偵測敵人的位置 這個偵測敵人的位置 他絕對比Ibara的範圍還要廣 他可以讓你知道在哪裡 哪一區已經出生了一群一大群 或者是更大群的敵人 來讓你很遠就可以知道 我是否要先往那邊丟一隻睡劍 把他們都控制在那邊 這樣子以免導致他們等一下分散 我就要丟兩隻或到三隻的狀況 他可以讓你預前知道 你前面的敵人是否先要 預先的去控制他們 控制那個場面 所以我剛剛在遊戲中已經有先說過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沉睡之劍丟下去 立刻就去做屠殺 不是你要先把場面控制下來 確定沒有人會發現你在這邊做壞事之後 你才可以進行的去屠殺 所以要記住 先控制場面 用沉睡之劍控制場面 再開始做你的壞事 這樣子 所以真底雷打就 絕對會比Ibara本身的被動技能還要廣 因為Ibara只是他身邊附近範圍而已 我本身有試過其實是非常小的 那你放了這個真底雷打 你可以知道你進去這個房間 他全部的敵人大概的位置在哪裡 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 然後再加上 剛剛有跟各位講的 就是你的掃描器或者是結合掃描器 你再稍微點一下 你就知道是否還有會移動的敵人 確定沒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進行你的隱密擊殺了 那這部分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那其實這個方法也不是 也不是我想出來的 也是看很多人在國外的論壇 他們這樣用 他們有人這樣分享 然後就試著也是開始用 然後之後發現 其實一開始會非常的不習慣 會很生疏 因為你沒有這樣做過 但是用久了之後 你開始了解怪物的移動機制 或者是他們的判定方式 你就會比較上手 所以像一天我可以花大概 像我如果在刷集團的聲望的時候 我一天通常花大概快15分鐘 我就可以刷完了 這樣子 因為我個人是不常買經驗家變種東西 因為很少在練東西 所以不管你要練武器啊 或者是你想要刷集團的聲望 其實就可以利用艾巴拉這樣子 但是 其實這個東西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變成說 如果你像這樣子 要去用艾巴拉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必須先去擊劃 像我個人 就擊劃了4次 對 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麻煩的缺點 就是你為了利用艾巴拉去做 如果你的個人solo的武器升級啊 又或者是集團刷聲望啊 你就必須先去處理好艾巴拉這隻戰甲 但是它的處理 它的獲得方式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高等的 就是間諜任務 這樣子 然後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為什麼的 光環要放快速切換呢 因為像我本身就是 我很少就是為了練武器而去練武器 我通常都是為了擊劃而進去 所以我擊劃 為了要擊劃而進去的時候 我通常一次都是帶兩三支武器 那我帶兩三支武器的時候 這一張MOD就很有用了 它可以讓你的武器可以快速的更換 它的速度快很多 所以可以省掉一些不必要的時間 在換武器跟準備武器的動作上 所以光環其實也沒有一定 就是看個人使用喜好而已 所以這是因為我個人 本身在練武器的時候 一次都是帶三支新的 或者是三支要擊劃的進去 我才會上這張光環 並不是說贏定就是要用這一張 你們可以上自己喜歡的MOD 好吧 那Ibarra 基本上其實就講到這邊了 也沒有什麼比較特別要注意的 除了就是 比較麻煩的缺點就是 你要帶一支 就是合格的Ibarra 還有需要能量回復 因為一進場你需要能量 要不然其實大部分都不太需要了 那如果比較熟練的話 通常進去一場大概五到六分鐘 出來大概可以刷個 我之前刷過最少是七千左右 最多是一萬二 七千到一萬二不等的集團聲望 那如果是武器進去呢 大概出來會有二十五 零等進去會二十五等到二十八等左右出來 所以是非常有效率的 那我這部影片大概就先錄到這邊了 那如果還有其他關於 Lilycoco的啊 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 或者是你們常常在論壇上問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 你們可以通通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我知道 我不管有沒有回覆 或者是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 打字啊 跟你們講說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管有沒有回覆 但是我一定都會看過 這樣子 那這部影片我就先錄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